Hello 大家好,我是張老師 來,來,休息一下 今天我們要講的主題是 到底命,它可不可以改 因為很多同學都在問相同的問題 那如果這個命 我們假設這個命可以改 為什麼還要加一個叫做逆天改命 為什麼不叫順天改命 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一般來講 在我們東方人整個 整個深層建構的哲學思想當中 有兩個點一直在爭執 什麼爭執 第一個,萬般都是命 半點不由人 你從小聽到大 這個是命 好,又有一些人在講 其實命運操之在我 這兩句話沒有違和感 也就是說它可以同時並行不備 為什麼 因為這講的是主觀客觀的分析 那因為我們今天的主題 還是在講 命 什麼叫命 什麼叫做逆天改命 就好像老師很習慣在網路上講一些事情 各位不要怪力亂神 不要迷信 再過來 找你信得過的老師 去論論命 這個有沒有違背 沒有 並行不備 為什麼 一個人最大的敵人 不是外在的環境 不是外在的挑戰 一個人真正最大的敵人是自己 聽好喔 聽好喔 你可以征服世界 那叫做英雄啊 如果你能夠征服自己 了解自己 征服自己 克服自己的缺點 增加自己的優點 那你是勝跟賢 好,現在講一講 為什麼 為什麼命可以改 首先有三部曲啊 人家西方那個魔界不是有三部曲嗎 好,第一個你要知命 你這個命好不好 什麼叫命 你的個性、事業、婚姻、感情 你的財庫 你的專長 你的缺點 你了解嗎 你也不知道 所以首先要知道你的命 再過來知道命 以後怎麼辦 任命吧 聽好喔 任命不是做以代弊喔 在這個任命的過程當中 你如何謀定而後動 你如何以托代變 聽好 我沒有叫你在那邊傻傻在那邊等喔 像易經的乾坤屯蒙虚 第五卦虚卦在跟你講 水添虚啊 你要知道 你需要時間 要忍耐的等 這個等不是白癡的等喔 是你真的要做一些事情 當你任命之後 要做一個東西 叫什麼 改命 好 好 我們東方人建構的 命 有五個點 什麼叫做一命 二運 三風水 四基德 五讀書 你這個命 你這個命沒辦法改的啦 你生出來的八字的命如何 這個就很難改 這叫先天命 命我就不講 第二個運 運可不可以談 當然可以談 這個運 這個運 如果從八字來講 是最好講 什麼叫運 你的大運 流年 流月 流日 甚至可以推到流時喔 其實 命是可以推到這樣 不過你就很累啦 真的一個談判高手 一定要看到他的大運 流年 流月 流日 還有流時 那這個重點就在這個點 所以人家在講啊 你的命不好 但是在命不好的人 也有三次機會 為什麼 因為八字的結構當中 你一定有好的流年 如果你的命很好 加上好的流年 好的流月 好的大運 叫做什麼 叫做發光 發亮 發福 發貴 發財 那如果你的命不好咧 可是碰到好的大運 流年的時候怎麼樣 你的運來了 你還是可以有一番作為 只是這一種作為怎麼樣 能功能不能守 能守能不能久 能久能不安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的命不好 運很好 一定要學習一個事 什麼 見好就收 那如果你的命很好咧 可是大運流年不好啊 怎麼辦 這叫以托待變 我不是剛跟各位講嗎 死印不計 命印多船 逢堂易老 離廣南風啊 七甲夷長沙啊 非無聖主 串梁弘以海啟 啟伐明時 首賴君子安平 達人之命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這樣看 最恐怖的是什麼 你的命不好 運又不好 運又不好 這叫做無妄之災啊 什麼叫無妄之災 人在家中做 或從天上來 有沒有 成門師我 央己此夷 這個跟我無關 可是我就要去扛這種業障 懂不懂 這個就是很嚴重的觀點 所以你的命很好 運不好 命很好 運很好 命不好 運很好 命不好 運也不好 他們說這講怎麼辦 老師你有講跟沒講一樣 命跟運也不是我能掌控的 這是metaphysical 心而上的 這時候怎麼辦 油 一命二運 來了 第三個在跟你講什麼 風水 雖然有的人命運不好 祖宗積德 有一個好風水 聽好 風水是可以拍一些帶子來講 風水講的是什麼 風跟水 所以風水有一個前提叫土地 你看人家祖宗有積德 有沒有 在台北流的三百坪的土地 不管他這個風水好不好 三百坪的土地 一坪要多少錢在台北市啊 你看看 所以在講風跟水 如果說你命不好 運不好 有沒有好的風水怎麼辦 GG嗎 等著畢業嗎 飛也 這個時候你有什麼方法 有 你可以透過不斷的積德 也可以改變你的命運喔 聽好 可以改變命運喔 因為你能動的沒有幾樣啊 那你要積什麼德 我們不是 一般如果你的命不好 運不好 風水不好 甚至沒有風水可言 說真的啦 你們也沒有太多的錢去做善事 這個時候怎麼辦 不能坐以待斃啊 對不對 不能等死啊 不能束手無策 這個時候最好的方法就是積積德 有沒有 大的錢沒有 積德有兩個方式 最最保守的積德方法 就是你的父母親 有愛你的兄弟姐妹 對你的配偶 對你的男人女人好一點 如果你有小孩子 對小孩子好一點 這也是積德 如果你行有餘力 幫助一些流浪貓 幫助一些流浪狗 幫助一下流浪漢 還有有空 幫助流浪鬼 現在最後一個叫讀書啦 我們不是一命二運 一命二運 三風水 四季的五讀書 要注意喔 我常講喔 如果你的八字結構 如果你後天的生長環境 你不是官二代 新二代 紅二代 有關係的二代 正二代之類的 還是你不是殘骄二代 你什麼都沒有 你要在這個競爭激烈的社會中生存 讀書 不過現在很吊詭 如果你的命 運 風水 積德又不夠 說真的 沒有太多錢可以讀書 所以這個東西 讀書可以改變你的條件 問題是 讀書是一個相當消耗錢 跟時間的投資 你沒得選喔 也就是說你考慮看看 你是要苦一輩子 還是要苦一下子 命嚴格來講 可不可以改 可以改 但是好不好改 不好改 命就好像有一個業力 業力 它是固定的 英文叫看嘛 它會咬死你啊 很難改 就好像那個腳肉機 你知道嗎 肉一直把你繳進去 你高不高興 它就一直把你繳進去啊 所以有時候你們要注意一個點 你要除非你的意志力很強 不然的話一定要認命 認命是這樣子啦 認命它有一個操作的系統 齁 它是臣服 它不是被克服喔 臣服就是 但是我不要跟你爭了 我也打不過你 我投降 surender 你只要surender 這個命 這個業障 它不會conquer 聽好齁 你只要願意臣服 這個業障 它不會征服你 但是在臣服當中 對方沒有征服你當中 有一個空間 你要善用這個空間 好好增加你不熟的地方喔 齁 所以很多很多的例子都跟我們講 它的命不好 運不好 家裡也沒有風水 也沒寄什麼德 可是 它很糜爛 很糜爛 很糜爛你讀書 等到你學問讀到一個地方的時候 為什麼 為什麼可以改命 因為你有 那一種被人家 利用 應用 使用價值的時候 你就可以了 孔子不是以前常常講嗎 不患人之不己之 患不能也 再過來 不患人之不己之 患不知人也 只要你有這個能耐 這個功力 命可以改齁 聽好啦 老師的風 老師的這個風格 是這樣子啦 我的習慣 我不會叫你們怪力亂神 但是這樣子啦 命它可不可以改 你就嘗試改改它吧 有時候命是這樣子嘛 本來生命的一個過程當中 就很浪費 你改不改 其實就好像我剛講那個 角肉 一直把你年輕 那個叫業力啊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做什麼事不好 大家都知道吃什麼東西不好 時間到你還是在吃沒辦法 這叫業障 所以你碰到這種業障一定要學習 如何跟業障和諧相處 好 我不想離開你業障的掌控 可是我有一點不想被你消滅掉 可不可以和平共存 也就是說我先沉浮 你不要把我征服 讓我有空間 然後我以天待變 以托待變 然後我厚實待命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利用一點機會 充實我的專業能力 尤其最近啊 外面景氣不好 那個CPI 消費者物價指數這麼高 店也漲價了 油也要漲價 那最近又是剛好學校畢業季 很多學員從學校畢業出來 工作一定有壓力 你們找工作 再過來 既有的工作者 可能有的人 也目前在失業當中 這樣聽好 各位 跟大家共勉之 我們不可能去改變 改變這個社會 很多的現象跟狀況 但是你可以改變你自己 看這個社會的觀點 懂不懂 知變 應變 事變 再過來 以托待變 不然你有比較好的方法嗎 你找不到工作 只能夠拼命找 找不到很好的 就找普通的 不行 有工作就好 也不要太真啦 好像命一樣 命就這樣子 你的八字就是這樣子 命就不好 難道作以代弊嗎 非也 還是要不斷的努力 不斷的克服它 還是這樣子 有時候 厌天厌地 你不如把這種能量 拿來改變自己的氣質 尤其風水 老師會在拍一塊風水 講你如何 藉陰陽之氣 來改變自己的磁場 命跟運很難改 因為這是恆定的 你的八字的結構 這個不能改啊 風水來講 我們可不可以透過 自己的風水的調整 一些 一些吉祥的顏色 吉祥的方位 吉祥的飾品 來改善自己 這個是可以 這個是可以 那原則上還是這樣子啦 不要太迷信 不要怪力亂神 不要迷信 不要怪力亂神當中 各位可以做一點修行的工作 這個修行是修正行為喔 聽好聽好 這個很重要 我沒有叫你吃素念經 或是出家 有空就修正行為 把不好的東西改掉 只要你隨時知道這個現象 隨時改都很好 知道這個變化 自變 應物這個變化 如果你應物不了 我們就去適應變 適應變化的過程當中 不是麻木不仁 不是溫水煮青蛙 你要以脫代變 喔 記得老師的理論 沉浮 增浮 沉浮 增浮當中 必有一個空間 一個時間 一個空間 利用這個時間空間 做修行 你獲喜 獲有 一搏的機會 好 今天這個命可不可以改 我就跟各位講到這裡 喜歡老師視頻的話 一樣 按讚分享 或加入訂閱 開啟這個小叮噹 好 今天講到這裡 祝各位 平安喜樂 OK 拜拜 拜拜